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想买一套别墅养老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观众 2020年9月一条微博上了热搜 叫做山东乳山海警房低至1800元 投资者亏本35% 海警房暴跌已经不新鲜 每隔几年就会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乳山这个城市 这些年一直和暴跌炒房团的话题挂钩 你很难想象 曾经承载着养老梦想的海警房 最后变成了保健品一样的智商水 持续收割我们父母这一辈的老年人十几年 而自从春节成为旅游旺季以来 也成了炒房团充业节的时候 尤其趁着节日搞些优惠送点礼品 更是把老年人们的心态拿捏得死死的 这个话题我并不是特别有发言权 但是我的一位房地产圈的朋友 写过一篇文章 仔细研究过这里面的猫腻 所以今天我就把这篇文章做成视频 带你揭开养老房的重重套路 乳山海警房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楼市 大约在2008年左右 当时在中山公园有大量中介发单页 问你想不想买一套海警房啊 有专车接送 其实不只是上海 北京的胡同里和东北的闹市区 你都有可能遇到 乳山海警房中介 热情地邀请你参加看房团 护佑你只要15万就能在海边买套房 乳山本身环境不错 地处青岛微海烟台相连接的腹底 三面环山濒临黄海 海警房所在的银白沙滩 大约有20多公里 在当地称为精灵银滩 销售人员最常用的话术有三个 天然养霸 无敌海警 养老首选 紧接着中介们就开始话语 比如周边医院超市很近 旁边就是学校和公园 不远处的高尔夫球场就要建好了 未来马尔代夫都比不上乳山海滩 最重要的是 没有哪个中介会忘了生殖空间 你看 这个乳山海警房一平米才1800元 稍微忽略两句说 未来空间很大 很多人就这么相信了 对于生活在大城市中老年父母一辈 这套宣传有着不可拒绝的魔力 一套便宜的海警房 看起来是很好的选择 可现实是残酷的 乳山银滩有一个神奇的规律 很多买家持有5年后 就会卖掉手上的海警房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一位名叫武汉十三哥的买家 在2009年买了一套乳山海警房 持有11年后终于找到接盘夹了 结果20万买入的房 最后13万卖出 完全血亏 十三哥买房的时候 正是乳山海警房火热的时候 根据乳山年建 2007年至2010年 是乳山房地产业发展的巅峰 十三哥说 当年是跟着亲戚一起去乳山买的房子 亲戚时候看房团一起来的 觉得特别不错 就推荐了我也过来买 十三哥买的是航海盛都 位于乳山市海洋所镇 他说 开始说很多规划都要往这边来 我们楼下就要做个沙滩 结果现在规划都还在图纸上 很多以前的预留地还是预留地 根据安居客的数据 乳山营滩的一室一踢 建筑面积15平米 精装修并且满屋唯一的房子 目前单价在3200元一平米 算下来总计5万元 首付只要1.5万元 根据乳山统计公报 2020年全年常住人口49.4万 和2016年的数字相比 反而减少了11.6% 可以看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乳山的城市发展和配套设施 几乎停滞 和10年前相比 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现在已经2021年了 如果你想去乳山 交通还是非常不便 没有机场 高铁 地铁和轮船 外地到乳山只能坐K字头的 硬坐火车 大约需要20小时 本来想的是去适合远方休闲 结果一路奔波 到了海警房就已经筋疲力尽了 其他的配套也十分匮乏 比如购物 只有早上的海鲜集市和超市 最近的医院是乳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以及距离12公里的乳山市人民医院 作为一个北方城市 冬天没有供暖 房子的维护也不太好 住过海警房的人都知道 海风的腐蚀性极强 房子经常发霉潮湿 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打理 海警房所在的银滩 基本没有旅游业 前来的住户都是度假的老年人 当地房价上不去 炒房客只是一部分原因 最主要的是没有人口净牛肉 也没有支柱产业带来税收和就业 乳山年鉴统计数据中 披露了这样的数字 从2000年到2005年 乳山房地产投资总额 从8800万元猛增至7.53亿元 这么多年以来 乳山一直致力于增加海警房的项目数量 20公里的海岸线 有超过200个海警房项目 供给远大于需求 导致2011年后 乳山统计年鉴不再披露 每年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金额 说白了就是心虚 不想再给大家看了 乳山和鹤岗一样 是个典型的人口收缩型城市 常住人口一年比一年少 像一个在山东没有存在感的地基石 没有产业支撑 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 前往发达城市工作 房子也越来越不值钱了 你或许会好奇 乳山正多年的养老房 会有产业链 为什么没有崩盘呢 甚至连模式都没有改变 都是中介去大城市 以旅游的名义组织看房团 目标客户由山东境内的济南 和北京天津等一二线城市 慢慢向南迁移到上海和江浙一带 乳山本地中介形成了一个套路 只接待外地看房团 散客不接待 游客们坐着大巴先观光 然后参观售楼处 在中介不断的轰炸下 付出几万元的订金 最后好说歹说 还是花钱全款买了一套海警房 尤其是上海这边的买家 自己买了之后 还会主动介绍 顺便亲戚朋友去买 和东北人买海南房子一样 在一个小区批一辆购买 这种销售模式 只会让乳山的海警房 越来越畸形 开发商给渠道的销售佣金 越来越高 根据中介朋友的介绍 目前平均的繁点 大约在20%左右 最高的可以达到25% 所以千里迢迢跑来上海 卖乳山的房子 说到底还是因为佣金高 甚至钱快 从客户群来看 乳山海警房旅游团 主要是会有60岁中老年人买房 如果他们的子女要结婚 那么大概率会帮着一起 在一二线城市 出一部分首富 这样就导致老年人的 养老生活质量下降 必须面对未来住哪里 就是灵魂拷户 如果好儿子儿媳住一起 两代人的关键差异 会带来矛盾 住到养老院又不太行 遇到黑心护工 生活质量下降不说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年龄大既污住又缺钱的老年人 最容易被房产中介带偏 这就和多年前的 直销公司送米面鸡蛋 或者老年人买保健品 黄金 白银 理财产品 是一个逻辑 大家身边的亲戚长辈 有被这些忽悠过的 可以弹幕扣个1 我们要时刻敲墙进攻 有这样的一个中介忽然出现 不仅嘘寒问暗 好生伺候着 还主动邀请你去 山清水秀 空气清新的海边看房 十几万一套 也就北上广深一两平米的家里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老人家难免心动 不仅能住得舒服 花钱还不多 几乎完美解决了 老年人的困境 只是到了现场付了钱 回到家仔细想想才发现 全都是套路 却已经不能反悔了 乳山海景房 这是养老房骗局的 冰山一角 最多让你套上几年 最后割肉离场 起码还有房子可以住 除了金钱 没有太大的风险 比海景房更猛的 是打着以防养老幌子的 套路带骗局 2017年到2018年间 中安明生公司 通过邀请社区老人 参加舞蹈声乐课程 和组织免费旅游的方式 吸引大量老年人 购买了自家的金融养老产品 参与了一个 以防养老的项目 经济观察报 新京报的媒体报道 中安明生对参与者之一 王奶奶的房产 评估为330万 带着王奶奶 签订了一份300万借款合同 将房产抵押给出借人朱玉 合同规定月利率2% 年化24% 王奶奶承担还款义务 同时中安明生签协议 代替王奶奶还款 王奶奶就可以购买 中安明生旗下的 月月新养老产品 每个月获得 12500元养老金 同样参与房产抵押的客户 超过600人 还有这等好事 那中安明生怎么赚钱呢 你猜 从2019年1月开始 老人们就再也没收到过养老金 出借人也再也没有收到利息 部分出借人已经提起诉讼 一直到4月9日 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局通报 88名中安明生人员 涉嫌非法集资被刑拘 涉案金额高达20亿 5月15日辛金爆爆的 71名人员 已经因此被检察机关批捕 老人们抱着安详晚年的想法 加入到所谓 以防养老的项目中去 想不到完全是一个 类似庞氏骗局的资金池游戏 而这个游戏运营了一两年就崩盘了 乳仙海警方10多年以来 亏损多 入住率低 只是中国楼市漫长大拆大建 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 全国多个城市 都出现过房地产开发热潮 被卷入其中的开发商 政府和居民 花费了十几年 才慢慢消除了遗留下来的负面影响 广西北海就曾经出现过一次 席卷全市的楼市热潮 1992年 北海房地产开发企业 从三家猛增到700家 当地政府也迫切地 渴望通过这样的招商引资 来实现北海的飞跃式发展 他们认为北海有足够的土地 但缺乏资金支持 所以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隐奉助潮 吸引资本入住北海 政府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低价出售土地的使用权 加速招商引资 实行了四步政策 一 不问投资项目可不可行 二 不问上级无批尾 三 不问资金来源可不可靠 只要尽快到位 四 不问年度计划是否达标 只要有实际项目 巧合的是 广西北海也有一个银滩旅游区 当时新建了一家 全市最大的银滩夜总会 是第一家由国家旅游局 批准建设的夜总会 被当地人戏称为社会主义夜总会 最后因为资金断裂 成了烂尾楼 现在这个夜总会 停工十年后的2003年 才逐渐恢复建设 至今还没有出售完 北海市市长率立国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 当时的北海市区 建筑脚架伶俐 灯火昼夜通明 道路被纵横挖开 两旁巨大的下水管排成长龙 数不尽的塔吊高耸入云 北海大道东段 两旁满载砖瓦砂时的载重汽车 还出数公里望不到头 停靠在北海港湾的 运送建筑钢筋的万吨火轮 最多时达到20艘 一个月都泄不完火 这场狂欢 当时只维持到了1993年 当年1月4日 博物院副总理来到北海 指出北海发展不符合客观规律 城市化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 5个月之后 中央下发关于当前经济情况 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 北海大量开发商和中介消失 根据2000年专项调查组 南下进行的统计 在这之后总共有3.1亩土地被闲置 107万平方米双平方被空置 还导致有120万平方米的停缓建工程 被套资金远超100亿 消化烂尾楼 处理债务 和重新选择城市化产业转型方向 让北海走了很多年的弯路 一直到2003年以后 时隔10年 北海才慢慢从当年的 房产泡沫阴影里走出来 改造过后的北海 把重心转移到了清工业 深水港和旅游业上 当地优良的自然风光 温暖的气候条件 吸引了不少真正的 度假养老投资客来这里买房 最后聊回养老房怎么买 我不否认许多老人辛苦了一辈子 晚年希望住进一套 环境优良的大房子 过上采菊东篱下 悠然简南山的日子 但如果把老年人的需求 单一化为环境好 就很容易被类似 汝山海景房这样的项目给忽悠 其实你年纪越大 对房子的需求就越复杂 按重要性排列应该依次为 医疗 生活便利 生活丰富 环境 医疗就不用说了 这是养老房的核心刚需 其次比起房子 就拿来睡个觉的年轻人 老年人更需要配套齐全的小区 附近一到两公里 娱乐休闲的需求 况且和欧美不同 中国老年人还有一个 非常具有特色的需求 离子女近 在中国当下的家庭观中 子女成家并不意味着 双方责任松绑 相反 替子女带孩子 为父母敬孝心 是更明显的刚需 所以住的近 一方面便与子女探视照顾 另一方面又能保持 各自独立的生活状态 至于环境 其实对老年人来说 环境的需求主要有三点 一是空气清新 二是隔绝噪音 三是气候温暖 第三点 大部分南方城市都能够满足 而在北方 大多数城市房产 也有集中供的 而前两点就要有足够的植被 以及不过分靠近市中心的地段 加上选房时细致的考察 即使在城市里 也可以找到满足 老年人环境需求的房产 所以跑到远郊 甚至三四线小城市 买一个配套不完善的养老房 本身是舍本竹墨的行为 只不过多年来 海景房 别墅 已经成为中国买房人心里 一道绕不开的执念 哪怕备套 哪怕学会 也总有人前赴后继 奔赴被收割的第一线 但在我看来 人 尤其是老年人 终究还是要生活在城市里 毕竟海景看多了会腻 种菜种花 迟早会种不动 对老年人来说 温暖的家庭 富足的精神生活和良好的照料 才是恒久不变的价值 最后喜欢的本期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 直家族群和我们的父母一起 远离养老房片局 消费 商业 动建 请在IC实验室 感谢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馆长 我们下期再见